欢迎收看娱乐明星 网传 香港女演员张伯之前往澳洲 与前夫谢霆锋和儿子谢震轩和家团聚 二人疑似就情重燃 重修就好 不少网友发出疑问 风之恋又要卷土重来 谢霆锋张伯之离婚11年被爆同游 早在前段时间 谢霆锋和王妃被台湾媒体盛传已经和平分手 而谢霆锋在与张伯之离婚11年后 首次被媒体爆出一起在澳洲同行出游 此消息一出 不少网友纷纷认为 张伯之 谢霆锋二人已经在国外复合 一家五口温馨团聚 毕竟早就有传闻 张伯之三胎生父其实就是前夫谢霆锋 只不过当时谢霆锋与王妃正在恋爱 不愿透露而已 但是台湾媒体爆料真真假假 前有爆料张伯之领政 后又爆料谢霆锋负起谢贤病危 但都被证实是假消息 如今又爆张伯之和谢霆锋复合此消息一出 便引发了网友的吐槽 经纪人微笑回应 关于张伯之和谢霆锋复合的传闻 张伯之的经纪人在直播微笑回应了这件事情 Emily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进行直播辟谣 称张伯之去澳洲 只是探望自己的亲人 完全没有去找谢霆锋 而且张伯之与谢霆锋也没有复合 如果双方真的要复合 这种喜事大家皆大欢喜 双方自然会直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公布 而不会通过一些媒体官宣复合 此声明一出 不少网友纷纷感到惋惜 毕竟当年的风之恋 也是宏极一时 二人在年轻时相遇 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 二人从99年相识到11年离婚 他们的感情并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实打实的12年 在当年有传言张伯之客谢霆锋 如果二人在一起 谢霆锋就会事业不顺 生命也很难有保障 但是谢霆锋对此只说了一句 我爱张伯之 愿意用这条生命 驳出我们的未来 让不少网友沉浸在 二人真挚不渝的感情中 即使后来张伯之身陷 陈冠西艳照门风波 谢霆锋依旧表示 自己会永远站在 妻子张伯之这一边 而张伯之也在公共场合表示 自己再也不可能找到 比谢霆锋更好的老公了 但是事无常 二人最终还是选择离别 这一段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成为了不少网友心头 难忘的白月光 如今二人各自都找到了属于彼此的幸福 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如何 我们仍然表示尊重和祝福 时光飞逝 2003年6月 两人又重新走到一起 爱情似乎重新点燃 但是 短短几个月后的11月 两人再次宣布分手 留下众人百思不解的情感困惑 这一系列感情起伏 吸引了大众的关注 尤其是因为两人都是娱乐圈的耀眼明星 王飞 作为华语乐坛的天后 更是国家一级演员 她是第一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华人歌手 她的音乐天赋和演技备受认可 与她相伴的谢霆锋同样是娱乐圈的名人 一个明星情侣的分分合合 注定已发无数讨论 然而 感情的复杂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明星身份上 有趣的是 王飞拥有两个孩子 但这两个孩子并非与谢霆锋所生 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与窦维所生 这段婚姻曾引起巨大的轰动 后来她与李亚鹏结婚 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与谢霆锋在一起多年 但却未正式结婚 也没有共同的孩子 这一情感选择引发了外界的好奇 而这或许正是他们的爱情之特殊之处 或许 这就是真爱的力量 王飞经历了两次婚姻 拥有两个孩子 年龄也比谢霆锋大 然而谢霆锋却两次与她复合 这种坚定的感情或许是他们之间的纽带 使他们一次次走到一起 他们或许并未正式结婚 没有孩子 但这并不减弱他们的感情 从历史看 这并非王飞的第一次在公众吵和流泪 之前的一次据说也与谢霆锋的分手有关 这一次的泪水是否同样源自于这段感情 如果是的话 这样的坚持和深情实在令人动容 曾经每当有分手的传闻传出 两人总是会一同浪向 以此来驱散谣言 然而 最近一年里 他们已经没有一同现身 一些知情人甚至声称 两人已经分手 这一消息也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同时 关于王飞的另一组照片也传遍了网络 她与一位年轻的男性亲密在一起 或许 这是她试图传达某种信息 也可能是一种对谢霆锋的情感宣泄 不管怎样 这段令人猜疑的感情纠葛在媒体和粉丝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总的来说 王飞和谢霆锋的感情故事自始至终都充满戏剧性和不可预测性 他们的爱情经历 交织着分分合合 以及执着的坚持 展现了爱情的多种面貌 不论外界如何猜测和评论 他们的感情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也只有他们能决定彼此在生命中的位置 这个爱情故事或许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结 但正是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赋予了他无穷的魅力 启示 从王飞与谢霆锋的感情波折中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深刻的启示 首先 感情并不受年龄 名气 婚姻历史的限制 无论是姐弟恋还是曾经的婚姻 这些外部条件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找到真正的爱情 王飞与谢霆锋的复合和分手表明 爱情可能会突然闯入生活 而我们无法掌控它的时间和方式 其次 真爱是坚韧的 尽管俩人分分合合 经历了多次分手 但他们仍然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让他们不断回到一起 这表明 真正的爱情可能需要克服困难 但它也能够持久 另一个启示是 娱乐明星的感情生活备受关注 但他们也是普通人 会面临与其他人相同的情感问题 即使他们在聚光灯下生活 他们也有权利经历感情的高潮和低谷 因为他们也是人 王飞与谢霆锋的感情故事展示了一系列复杂的情感问题 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较大 婚姻历史复杂 但他们的感情一直充满波折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爱情的深刻启示 首先 爱情不受外部条件的限制 无论年龄 婚姻历史还是社会地位 爱情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可能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降临 王飞与谢霆锋的感情故事表明 真正的爱情是不受约束的 它可以超越传统的社会期望 让人们愈发坚信 关键是两人是否相爱 其次 爱情需要坚韧 尽管王飞和谢霆锋多次分手 但他们仍然找到了理由回到一起 这表明 真正的爱情需要克服困难和挫折 它是一种持久的情感 不会因一时的矛盾而消逝 另外 娱乐明星的感情问题被受瞩目 但他们也是普通人 他们经历的情感问题和挣扎 与其他人相似 尽管在公众面前生活 但他们也需要私人空间 用来处理个人关系 最后 媒体报道和八卦 常常不是真相的准确反应 在评判明星感情问题时 我们应该保持谨慎 不过分揣测或评判他们的选择 媒体报道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猜测 传言和不准确的信息 因此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 让他们处理感情问题时 能够更自由地做出决定 总的来说 王菲与谢霆锋的感情故事提醒我们 爱情是复杂而多变的 无法被简单地归纳为某种模式 它需要坚韧 理解和宽容 而每个人的感情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 当我们看待明星感情问题时 应该更多地表现出理解和尊重 不断学习如何在感情中处理困难 以期获得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